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00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 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 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 习近平强调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 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 重任在间 大有作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 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 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聚焦举旗帜 聚民心 欲新人 新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在培根祝魂上 展现新担当 在守正创新上 实现新作为 在明德修身上 焕发新风貌 用自强不息 厚德在物的文化创造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出席 上午10时30分 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 高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代表和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把建设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为自己的使命 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 100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联心 使之不渝 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用丰富的文艺形式 为增强人民力量 振奋民族精神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 与人民同向同行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腔族音 生动欧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 在文艺创作 文艺活动 文艺惠民等方面 做出积极贡献 取得丰硕成果 文学 戏剧 电影 电视 音乐 舞蹈 美术 摄影 书法 取艺 杂技 民间文艺 文艺评论 群众文艺 艺术教育等领域 都取得长足进步 我国文艺事业 呈现百花齐放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习近平给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出五点希望 一是 新系民族复兴伟业 热忱描绘 新时代 新征程的 灰红气象 二是 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三是 坚持守正创新 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 开拓文艺新境界 四是 用情用力 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五是 坚持弘扬正道 在追求得意双心中 成就人生价值 习近平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新时代 新征程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深刻把握 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 把人生追求 艺术生命 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 人民愿望 紧密结合起来 以文红业 以文培圆 以文立新 以文祝魂 把文艺创造 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要树立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 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 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 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畅想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要从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中 提炼主题 萃取题材 展现中华历史之美 山河之美 文化之美 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 发展之果 全方位全景式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习近平强调 源于人民 为了人民 属于人民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 给予最热情的赞颂 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 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 给予最深情的包扬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 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 为时代和人民放割 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 用思想深刻 清新质朴 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 滋养人民的审美观 价值观 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习近平指出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 最终要看作品 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 也要看作品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 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要把提高质量 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 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 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 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 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血骨不逆骨 破法不背法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 新的手段 激发创意灵感 丰富文化内涵 表达思想情感 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 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 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 投向人类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 以意通心 更意沟通世界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 呈百代之流会以当今之变 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指趣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要立足中国大地 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 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谱写新篇章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 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 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 拓展风格流派 形式样式 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 鲜明确立中国气派 中国风范 习近平指出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 力得数人的人必先力己 助魂培根的人必先助己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 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 坚守艺术理想 追求得意双心 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 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宏美德 为自身留清明 文艺要通俗 但绝不能庸俗低俗媚俗 文艺要生活 但绝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 跟风者 鼓吹者 文艺要创新 但绝不能搞光怪陆离 荒腔走板的东西 文艺要效益 但绝不能沾染铜锈器 当市场的奴隶 创作要靠心血 表演要靠实力 形象要靠塑造 效益要靠品质 名声要靠得意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 认真严肃地 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一个文艺工作者 如果品行不端 人民不会接受 时代也不会接受 不自重 就得不到尊重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事 歌颂真善美 真编假恶丑 要弘扬 航风易德 营造自尊自爱 互学互建 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习近平强调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需要在党的领导下 广泛团结凝聚 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 培养造就一大批 德才兼备的文学家 艺术家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 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 组织优势 创新工作体系 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 和新的文艺群体的 教育引导工作 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 用事业激励人才 让人才成就事业 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 通过深化改革 完善政策 健全体制 形成不断出精品 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 要坚持教育引导 和综合治理病重 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要实财 爱财 敬财 用财 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 守正道 走大道 鼓励他们多创新 出精品 支持他们挑大梁 当主角 让当代中国文学家 艺术家 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 让中国文艺的天空 更加群星灿烂 习近平最后说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不复时代 不复人民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和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国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主席 铁宁 致开幕词 共情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贺军科 代表人民团体 致词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 和特邀嘉宾等 约三千人参加会议